大家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今日的走势是非常强劲的 升了7、81点,升幅达到2.4% 令到恒指来说,正式升上3100点的水平流上 而现在看港股的整体走势仍然比较强 资金继续追捧个别板块 当中包括新经济类别的股份 科技股和新能源的股份 而现在看整个市况仍然有强的上升动力 不排除指数可以最终收服在2019年4月份 高位3280点这个水平 至于升到这些水位之后,还有没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其实如果看近期流入的资金非常强 显示着投资者是真的比较看好后市 就不是单单纯粹是一个夹仓 因为以现在来看,每天流入港股的资金 是达到160亿这个水平流上 都显示着真真正正有很多投资者 在现在这个时间才正式入市 而且抢货的意欲也是非常强的 一般的情况下,当投资者愿意抢货 在市场上直接买入 而令到静资金流入 是达到这么高的水位 整个市场可以上升的动力 就自然不会减退了 预计指数是有机会在短期向上试了 就是30280这个水平之后 即使是做回调 即使回落回到29174 即是去年的1月份高位的水平 只要不跌穿这个水位 仍然可以是继续向上看的 我们也看回这个升浪 用回港比率的上升幅度 计算去年1月跌到3月的总跌幅 1.618倍做的反弹 大概去到34,100点这个水平